由王子文张鲁依主演的《第二次也很美》正在热播中 徐朗是个非常自律的人 她因为曾经发生过车祸 而且那次车祸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 让她知道人必须要冷静 按规矩形式才能避免意外 所以她对女儿的教育也是一样 女儿果果被她养成了一个小公主 但是却被安安家的豆豆教坏了 豆豆和果果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但是两人却非常合得来 豆豆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的孩子 她喜欢冒险 而安安也鼓励她这么做 所以豆豆被安安教育得非常好 而徐朗开始是看不惯的 但是随着她和豆豆安安接触的时间长了 她发现安安的这个教育方法很好 让孩子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波孩子们想玩王子和公主的游戏 安安就陪他们玩 安安扮演皇后而豆豆扮演王子 果果扮演公主还缺一位国王 徐朗就主动穿上国王装 真是太惊艳了 让孩子们都瞪大眼 安安更是一脸花痴 这一切却被来看豆豆的于非凡撞见 于非凡是瞬间实话 她看到徐朗和安安还有孩子们的这个画面 俨然是一家人 她是当场酸了 后悔自己和安安离婚了 想要了解更多就请关注点赞转发吧